大家好,我是Kyoko 來到今天我們繼續找很簡單的兩個文型 我覺得這兩天真的很輕鬆很開心 不要說太多,我們先說一下今天第一個文型 第一個文型就是 でやってくれないが 前面也是動詞的聽 跟這個やってくれないが 有這個可否給魔物做的意思 是請求對方為第三者做一件事的 大家只要懂得 やって就是做 くれないが 就是くれない 能否收到你這個動作 ない就是ませんが 代表有禮物 所以整個文型就會變成 でやってくれないが 比如我們想叫他教女兒英文 你可以問旁邊的人 娘に英語を教えてやってくれないが 我可否請你教我女兒 學英文 可能以前那些人 會問鄰居 比如旁邊那個哥哥姐姐 可能讀得很好 就想你教自己的女兒 英文幫她補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 對,因為我以前就是這樣 向我旁邊那個哥哥 學英文的 所以當你想請求別人 幫你做某件事的事情 你就可以用這個文法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要講的文言 就是 てよかった 或者なくてよかった 大家一聽到 yokata 就知道他的意思 就是太好了 或者是なくてよかった 就是沒有做 某某某某 就是太好了 是表示事情結束後的評價 是表示說話人現在的心情 在前面接觸是動詞的聽 或者是動詞的拉型 就轉去做 なくてよかった 例如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先輩の話を聞いてよかった 幸好聽了前輩的說話 這句大家經常都會聽到 可能不是前輩 可能是哈哈 大家可以試試用這個文言 對 今天這兩個文法 是不是很簡單呢 我們明天就要找少少少少 複雜些 比較多的文法 大家我們明天一起再努力吧 如果你想找生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如果想看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我們明天繼續努力吧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